脫胎完 老婆可能會覺得我是 是不是不行 需要去做 那會更累 小孩有小人嗎 兒子 小太陽 希望他像太陽一樣 最溫暖家裡 馬國先生 婚小十六歲韓國女友 奶爸實習韋奶奶 是這樣抱的嗎 那個頭 搖啊搖啊我的寶 謝謝你來做我的寶 好慈祥 五十六歲馬國賢 今年四月跟交往一年半的 韓籍女友閃婚 五月再宣布生隔當罷 目前老婆已經懷孕六個月了 小孩有小女孩嗎 小太陽 希望他像太陽一樣 最溫暖家裡 是算先有種婚嗎 沒有 所有人都覺得 我是奉旨成婚 我們從認識開始 然後我們溝通或有共識 說我們一定要小孩 之後其實我們也沒有在 所謂的什麼抵押 是幹嘛我都沒有 我們就是很自然的 我弟他們都結婚了 我那時候也很緊張說 哇我如果真的再不結 萬一我子女突然哪天跟我說 他男朋友跟他求婚 說要結婚了 我會想說 那我不就完了嗎 子女都要結婚了 我還沒下文 那麼慘了 來了 我覺得老天赤魚 那我們就是要接受 脫胎完 老婆可能會覺得 我是不是不行 需要去做 那會更累 所以還要第二胎 對 所以他有變很胖 不覺得他有胖 但他自己覺得他有胖 我是覺得還好 還是他不能說 他不能聽到你說他胖 也是 因為我們在交往初期 就是有過發生這樣子 就可能我稍微說他風雲一點 然後我就 就 就完慘 所以後來我都覺得說 不會 你現在看起來 狀態非常的好 整體看起來 那感覺是超棒的 有發生過很嚴重的爭吵 因為韓國他還是比較熟 所以他那個時候 其實有跟我講 就是說 他想回韓國生 我最近一直在忙著拍戲 你在拍的時候 你很安心一下 再一個我步道要過期 我現在連去重辦護照時間 都沒有 你如果要回韓國生 那我不要看小朋友怎麼辦 他覺得有媽媽的陪伴 對 來講會更安心一些 那我聽到這樣 我就覺得 那是我努力不夠 因為我沒有讓你更安心 那我就要加強 醫院我找的 月中我找的 經過我的努力之後 他就覺得 在台灣省 那發你那個新房 就是為了結婚 換的嗎 也不是 疫情當中我都住在內湖 對啊 然後內湖 我那房子其實很小 因為只有一房一廳 我已經悶到 我快不行了 再下去 我想我這一輩子 那就是孤獨中好 後來我才決定出來結婚住 同時我決定 我要把那個房子賣 所以今天是登進你的名字 登進我的名字 因為我其實是在認識他之前 我就買了 但是我們現在有計畫 要再買一間 再買一間 所以我們現在在看學區房 趕不上通膨的速度 所以變成說 你現在可能要 變得更努力去工作這樣子 因為我已經在看學區房 我們現在是這裡的 我這才會看學區房 所以我還是要說 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是在看學區房子 或是你自己的方式 或是你自己的方式 是一個地方 我們在看學區房子 而且是在看學區房子 是在看學區房子